到底有没有可能会在这次会议来宣布退市呢 送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圣诞礼物吗 我们来看一下就在VCR帮大家稍微整理一下 美国联准会成立100周年 邀请历任主席回娘家 让这个礼拜紧张的QE剧场稍稍喘喘口气 经过风雨飘远的八年时光 主席伯南克也即将在明年1月告老还乡 2006年伯南克从财神老爹葛林斯潘手中接下联准会大位 一开始风平浪静 但来到2007年金融风暴正式爆发 银行接连倒闭 股市重挫引发全球性经济大衰退 身处风暴核心的布南克果断抉择 蒙采利率宽松油门 拯救水深火热的金融体系 接着又展开神奇的量化宽松三部曲 2009年美国经济复苏 伯南克被时代杂志选为年度风云人物 不过QE政策却在未来几年把美国债务拖进动弹不得的窘境 也搞得伯南克现在骑虎难下 根据失调机构最新的民调结果 23%的美国民众认为联准会不如废掉算了 回首来时路 究竟伯南克是英雄还是罪人 历史自有公道 不过对博老来说 总算可以把紧急数据抛在脑后 好好享受悠闲的退休生活 三连新闻会出于综合报道 好 刚刚可以看到说 这个新闻里头把这个Bernicchio 真的划算还是蛮可爱的 不过呢 大家非常关心说 距离现在这个凌晨三点钟 也没剩下几个小时了 QE会不会正式的开始宣布倒数了呢 有专家提前预测说 有可能如果QE退场之后 这个全球里头尤其是集中在了亚洲 将会酿成了一个完美风暴 为什么会是完美风暴 我们稍后帮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下 不然先来看到说 先来做一个沙盘推演嘛 在这画面上呢 非常明显看到六家的外资 花旗得一致联准会的前副主席 还有拼口的执行者 目前在六个里头的专家 有四位呢 都是认为说今天晚上 好像有机会能够来宣布退场哦 呈现了五五波的判断 在花旗认说 这个美国联准会12月 缩减QE的周期是往上升温 而且这次QE缩减 大概是缩减每个月一百亿美元 从每个月八百五十亿美元 缩减变成了七百五十亿美元 这个本周机会增加六成 建议说明年啦 但是在这个礼拜 还是有机会能够宣布退场 所以先问一下教授了 怎么能看到五五波哦 还是有机会哦 好那能不能退场 那大概就是看当下环境 哦不OK嘛 那我们如果先从经济面来看 我帮大家整理这个近期美国的重要的经济数据 好大家可以看到以GDP来说 确实我们最右边这边 这是都是最新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我GDP 不管从年增率或月增率 或季增的观点来看呢 通通现在都比过去两季都来得好 好如果我们再看到失业率 现在失业率也确实比过去前几季 前几个月呢都来得低 算是近期的税是最低点 那我们再看到消费者物价指数 原本是说2.5以上我才要退场嘛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为止 你短时间之间你要达到2.5 其实是有困难的 你看现在最新这两天才公布的 也才1.2而已哦 好那我们再看跟经济 具有领先指标的ISN指数 你看到不管是制造业或服务业 我们知道这个数字呢 在50以上就代表扩张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ISN指数基本上越来越高 制造业的部分是越来越高的 那服务业的部分呢 虽然比之前来得低 可是至少目前都还有53.9 都是相对的高点哦 好那你再看到工业生产 这也是这两天才公布的最新数据 这个1.1的成长率是 2012年以来最高的成长率哦 所以说意思是告诉我们说 这些数据看下来 基本上我们就不全部念完 基本上都告诉我们说 当下的经济状况 确实非常非常好 也就是说如果当初要实施QE 是因为经济不好的理由的话 那现在的经济环境确实是符合 他可以退场的条件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QE要不要退场 经济条件当然重要 可是其他的问题其实更重要 回想我们看到在九月份的时候 大家也说要退要退 那时候预估要退的可能性 比现在高很多很多 当那时候的经济环境还没有现在好 可是那时候预估九月可能退的人 比比例比较高更多了 结果没有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因为十月份 发发生了美国政府关门的事情 那些也就是告诉我们说 其实当时其实后来 布林奇他其实有在公开媒体 常常讲为什么九月 本来确实要要缩减的 可是临时踩刹车 就是因为看到美国的这个政治问题 好所以我们当下我们再去回想 美国这个政治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嘛 那政治问题很难解决 那当然啊 永远解决不了 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成年的老问题 可是你看到在十月份的时候 确实还是造成一个市场很大的震荡 所以呢 这个问题当下我们知道 他是不能解决 可是偏偏 明年一月二月这些问题 还要再炒一次嘛 那所以说 我会觉得当下你要不要去解决 你都变成要不要去让QE退场 变成说你blanking去思维的 我想政治面的考量会大过经济面的问题 那除此之外呢 我想还有一个他个人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QE基本上是在他任内实施的吧 那他在明年一月三十一号要卸任的 他会不会在他卸任之前呢 先把QE给终结掉嘛 因为各人做工各人搭 所以说他之前已经被封是全世界最会印钞票的男人 那他是不是要在他任内自己把这个名称给终结掉 我想这可能也是一个考量的重点 好这个油轮会变成下一个全世界最会印钞票的女人吗 不过来看到说 这个在今天开会之前呢 这个华尔街日报旗下一个非常知名的网站Marketwatch 他都提出了三大理由 认说今天晚上这个联总会会议 铁定啦 这QE铁定要退 三大理由来支撑这样的这个行为 第一个是在说这个美国两党达成了预算协议 这个状况算是解除了 这个警钟算是解除了 加上这个经济表现比去年九月份还来得更加 而且呢QE的坏处比好处来得多 所以必须要退 要不然持续坏下去有什么办法呢 而且退市将会有据维持了 就联准会的诚信跟形象 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呢 大家都Bernanke曾经说过说 今年联准会铁定会有一些作为嘛 会把这QE开始慢慢的缩减 他如果今天晚上 他认为最后一次联准会会议 他不宣布缩减QE的话 不是自打嘴巴了吗 齐宅 不会啊 他可以宣布要加码 对啊 所以我还是做了调整 那我可以把那个原本850亿变成一个月买900亿啊 我还是调整的 所以我并没有 有动作就可以是不是 对我只要有动作就好了 其实因为Bernanke他讲很清楚 那说目前看到了 因为在六月份的时候是给市场一些期待 让市场觉得搞不好开始缩减QE了 搞不好 接下来有机会看到美国的升息的脚步 那可是呢 当然他有前提 就是例如说失业率 例如说像通膨要到多少 那目前看起来失业率当然是越低越好啦 那接下来的叶伦他也说失业率越来越低越好 那在没有通膨的情况下 目前啦 其实我们说老实话 你QE的坏处目前没看到 只看到好处而已 QE最大的坏处可能是 引发了新市场的通膨或新市场的泡沫 但那关美国什么事呢 对美国来说还好啊 对不对 所以呢就目前来看 我认为除非他有必须要缩减QE的原因 不然的话目前看起来 缩减QE的可能性并不太高 大概我个人猜测啦 大概18% 那呢不动他的可能性呢 大概80% 那另外2%呢 有可能是他加码QE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其实刚刚教授有大概讲一下 就是有一个 过去有一个在 他们在财政 大概预算方面的一个问题 那其实最简单的Bernky他就说 他要用很多的钱 去避免掉美国掉入 例如说像财政悬崖 例如说掉入政府关门 或者掉入债务上限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中 那呢他用很多的钱去把它压住 那可是呢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危机解除了一半了 那就是在预算案通过了 对 可是整个债务上限还没有 明年2月7号最后底线 那2月7号呢 刚好这一次的12月的18号 就是明天啦 明天凌晨3点会公布 那呢再下一次呢 就是1月底 那所以呢 刚好都在2月之前 所以呢刚好有足够的时间 让他去决定 到底会不会把债务上限延长 提高了之后 那再去做QE的改变 所以我认为这次QE 有退场的可能性 但是其实几率并不太高 那最有可能的几率就是 一些问题都搞定了 预算也过了 然后债务上限也通过了 然后等到明年3月 重新把QE开始缩减 才是最简单又最 风险最低的一个方式 好 这个Bernanke也能够 就此华丽转生一下 不要把这个烂摊子 我把自己伸上去 扛在自己的肩膀上面嘛 不过除了这个 刚刚吉兰提到说 何时退怎么退 是一个非常观察的重点之外呢 另外一个就是 在利率的指引部分 有没有可能会因此的 做一些改变啊 也就是要跟这个升息的 这个门槛 不管是在CPI啦 这个消费者物价 持续通膨率 还是包括了失业 失业率哦 之前是表示说 只要失业率能够 降到了6.5%的话 以及包括了CPI 能够升到了2.5%的话 这个美国应该就能够 开始升息了 大家非常关心说 有没有可能这个失业率哦 这个门槛还会往下降低哦 耶伦哦 下一任的这个联准会女主席呢 她是一个失业率专家哦 也是一个旧失业的专家哦 有没有可能会降到了 6%或是5.5% 这个美国才会升息 我想当然 大家都是希望失业率越来越低啦 那可是呢 以当下的政治环境 是至少的经济环境来说 你现在的经济率 的失业率要再往下低到说 剩下6%甚至5.5% 我想这短时间之内是有困难的 那当然了 像以欧巴马来说 他2008年当选的时候 那时候失业率真的就是只有5.5% 对 那现在是还有7% 那欧巴马一定也希望说 我下台的时候 失业率至少跟我上台的时候 一样嘛 对啊 这样才会有面子 对比较好看嘛 可是当下的这个环境 你说要再压到那么低 其实真的是有困难 因为失业率不只是跟经济有关系 有时候反而是什么 因为你的社会不利太好 那我不需要找工作嘛 欧洲最明显就是这种情形 你看为什么西班牙的失业率这么高 如果我坚决你说 你不工作 你可以拿八成薪水 你要不要记得找工作 哦不用啊 谁要找工作 而且西班牙可以两年之内 可以领失业就机领两年 而且最少领八成 甚至最多可以领九成 谁想找工作 谁大家都不想找工作嘛 所以呢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压低失业率的话 我觉得那你是不是要调整社会福利 那问题是 就社会福利不要这么好了 不要这么好 那当然这会引起很大反能 基本上他不会去动 所以呢当失业率 你要真的低到这种程度 然后你说要去让 让这个利率上升的话 我觉得短时间真的是不可能 尤其我们刚才也看到嘛 我现在通膨也才一点二 也没有什么所谓的通膨的压力嘛 一点二其实在两%之内都是 几乎就是成熟国家 他觉得OK的一个数字 因为通膨太低基本上也不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去升息 我真的是找不出理由啦 而且就算真的要升息好了 我觉得其实就是意思意思 因为毕竟美国的利率 从2008年 激动海啸之后 到目前为止 再也没动过了 人家是上去又下来 他是一直在底下 一直都没动过 所以意思意思 升了一点点 那也许OK 但是我觉得对市长没什么太大影响 好不过还是要问一下旗者呢 再追问一下 如果说真的要退吗 你刚说百分之18%的这个几率 有可能会今天晚上宣布要退市 怎么退 他是同时去减少满美债 跟房地产债券吗 还是说他会稍微先减持了美债 其实因为FED的利率的工具太多了 他有没有可能会调整一下 例如说我减少了 例如说我缩减QE规模 但是我又把存款利率掉往下降低 或者他可以把其他的例如说银行把他的超市准备均的利率改成负利率 所以他其实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去调整 让市场觉得我搞不懂你FED在玩什么 不过目前看起来如果要调整的话 整个850亿里面有比较中肯的做法 应该是减少买国债的规模 那维持原本的MBS购买的金额 所以如果从这边来看的话 我认为大概如果真的减的话 例如说50亿也好100亿也好 但是比较减的地方 有可能是买国债的规模 这边是比较目前预期的方向 好不过还是要问一下旗展 实在是说如果不退之下 刚刚这个包括了华尔街日报旗下的网站 他就说了 这个联准会宣布退市的话 其实对联准会的诚信跟形象 并不算是一件好事 因为QE本身就是一个坏事 是这个以零为货嘛 你对你自己国家好 但是把这个其他坏处 全部都丢给其他的国家 包括了亚洲 包括了亚洲 包括了欧洲 都并不算是太好的这个影响 加上说这个美国里头 所谓的资产这个债台高阻之下 尤其是在QE3实施之后 非常明显看到了 目前在美国的债务 还是持续的往上攀高 而且是高的惊人 尤其是在QE3实施之后 非常明显看到 已经冲到了一个历史高点了 这个债务持续堆高 真的没有关系吗 我们可以分成两块来看 一块是美国本身借的钱 一块是FED吸收了多少钱 现在比较大的问题 美国能够借多少钱 就要看明年的2月7号 看一看债务上能不能提高 不然的话美国就破产 这个问题更大 不然就是看FED 现在比较担心的是 FED买了太多债了 现在FED的资产负债表 大概是4兆美元 4兆美元它可能比较没概念 4兆美元大概是台湾GDP的10倍 所以大概是每一个FED 可以买下10个台湾 对多10个台湾左右 那我们来看看 其实大家会想说 那FED买了这么多债务 它到底问题出现在哪边呢 大家会担忧的是 会不会哪一天 整个FED失控了 例如说它的钱不够用了 那或者是 当美国在出现问题的时候 FED没办法去印钞了 那我刚好这边有一个 FED的资产负债表细项 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边的整理的时间 是从2007年的1月份到现在 上一周发表的最新数据 其实美国的FED的资产负债表 从原本的接近一兆左右 大幅的升到了现在 那现在的规模接近四兆 那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这边现在的话 里面最大两个结构 分别是第一个是红色的 红色的是美国国债 那这个蓝色的叫MBS 就是在房地产的抵押债券方面 那可是你可以发现 我刚刚有说过 大概FED手动的资产负 大概四兆 可是你可以发现 这边是两兆两千亿 那边MBS是一兆五千亿 两边加起来 大概是三兆七千亿左右的 一个债券 那其实我们回头来想 这三兆多 大概都是以美国政府做担保的 那所以除非美国倒了 不然的话 其实FED的资产 它是膨胀 但是呢 其实背后呢 可以让FED赚很多钱 其实Bernicke他有曾经说过 他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大家要质疑FED的办事能力 因为FED是全美国政府里面 最会赚钱的机构 就像台湾一样 台湾央行是全台湾最会赚钱的机构 那可是呢 你可以发现 他的资产负债表四兆 那一年的利率 给你算百分之三就好了 所以他只要躺着 他一年就赚一千两百亿美金 放进口袋里 什么事都不用做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FED的负债表往上增加 不一定完全是坏事情 因为呢他左手买美国国债 右手呢把钱 因为美国政府借了国债之后 是不是要把利息 给债券的投资人 那呢 刚好左手拿了国债 右手给了FED 那FED拿了钱之后 又上缴给美国国库 所以基本上呢 他没有用太多利息 那所以FED在膨胀 他的资产负债表上面 当然有坏处 但是目前看起来 他还没有到失控的状况 好 不算是一个失控点整会就对了 不过还是要问一下 教授是在说 在接着开会之前呢 当然非常多机构 都还是在做一些沙盘推演 当然还是有非常多的惊悚言论 像我们刚刚在破底的时候呢 提到说 如果说这个美国联整会 今天晚上宣布退市的话 恐怕整个亚洲里头 会掀起一个完美风暴 有可能会重演了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 在当时呢 不管是在许多的新英国家的股市呢 全部现在呈现了崩点 不管是在这个泰国啦 南韩 印尼 香港 跟台湾呢 当时台湾呢 还是重挫超过了这个46% 将近是五成的跌幅 从一万多跌直接腰斩 来到了5422点 他们在意的理由是在说 他人说 从明年来看的话 其实这个美国的经济表现 应该算是全球最强的 这个美国一强之后呢 所有的资金都会往美国去走 资金往美国走之后呢 将会从新亚洲部分开始撤离 测的速度太快之下 亚洲金融风暴会再延一次 OK 我觉得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 几乎是微乎其微 我想危言耸听的可能性 真的是很高啦 那当然啦 我们是说完全不会受影响 那说完全不受影响 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个人觉得说 基本上震荡是有 可是你要重演亚洲金融风暴 现在的时空背景 加上现在东协这些国家 或者是亚洲国家的这个经济体质 跟当年真的是差太多太多了 用你经济成长率来说 你说美国他经济成长率高吗 我们看到亚洲的国家 我们第三季的数字 菲律宾第三季成长七趴 泰国二点七 印尼五点六 马来西亚五 然后韩国三点三 韩国这三点三 是近三年来最高的单季成长率 那印度也有四点八 新加坡更有五点九 请问有比美国差吗 当然是没有嘛 那当然了 有没有引起风暴 但比较重要的是这个资金 撤离的问题 那如果基金资金撤离 真的却会影响到这些国家 可是呢 不要忘了 这些国家已经真的是不比当年 他们现在口袋里 其实还蛮多钱的 最重要的数字 我们看到他的外汇存体的部分 我手头上有最新到十一月的数字 泰国外汇存体一千七百零四亿美元 我们单位都是美金 马来西亚一千三百六十七亿 印尼九百七十亿 菲律宾八百三十六亿 印度两千八百一十五亿 当年亚洲 亚洲集中风暴很惨的韩国 人家现在也有三千四百多亿 那台湾更不用讲 台湾有四千多亿美金的 最少最少 菲律宾都还有八百多亿 当年1997年的时候 这些国家拿什么外汇存体可言 所以有这么多的钱 但是不是要把通膨算进去 我就现在这些国家 你说都有通膨吗 其实也不见得 那至少 你今天要做抽银根的事情 但是我自己口袋里有钱 你抽我的钱 我外汇存体 从你国外的 我很有钱 你抽我一点钱无所谓 最主要这些外汇存体 大部分还是存在美国家 你把我钱抽去 那我再从那边再领回来 你像当年1997年 本来那时候索罗斯要攻击台湾 后来跳过 因为当时就是台湾央行 就放出这个风声 你敢攻击台湾 没问题 我就从国外 把外汇存体的钱领回来 我跟你对抗 所以那时候真的有一个侧面消息 不晓得是真是假 那时候欧洲很多的银行 都派高层秘密到台湾来说 拜托拜托 千万不要把钱领回去 那时候台湾还有guards 很有guards 因为他公开就是这样讲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情况 真的跟当年真的是不能比 所以当然我们不是说 他一定不会受到影响 因为我们在看到这个汇率走势图 以这个汇率走势图 我们可以看到 我挑这四个 也是之前亚洲金融报告 受到最影响影响最大的几个国家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黑色的就是印尼 印度卢比 他基本上汇率最近是几乎没有什么动作 甚至我们可以说他基本上是在升值 因为往下代表升值 其他的国家确实都在往上 当然我们看到蓝色这条是印尼 印尼确实最惨 因为他的汇率还在创历史上高 也就是说他还在持续贬值 可是相对你看到泰国跟菲律宾虽然有在往上 可是这个上升幅度我们觉得是还算OK 所以也就是说确实这些国家的汇率 基本上都有在贬值的情况 是不是就真的代表资金有在撤离 可是我会觉得真的要引起到所谓的亚洲金融风暴 到这种程度 我觉得真的是还差太多了 好 这个教授认说其实还是有点太过严重了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之前呢 在今年5月份也就是6月的时候呢 Bernanke不过只是说了一句话说 今年有可能让Q退场 不过就这么一句话 在这个新星亚洲部分 跌的稀里花啦 目前都还没有完全的恢复 当时在波段跌幅非常明显看到 不管是在泰国啦 菲律宾啦 印尼啦 波段跌幅都是将近两成 伤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涨回去 这个旗子 有没有可能一个动作 也许是未来耶伦的一句话 新星亚洲惨了 我相信如果我们持平台看的话 其实为什么新国家叫新市场 有一个很特别的重点 为什么他们新市场 你有没有想过 因为呢 就是他们缺钱 所以呢 他们需要 这些成熟市场的资金去挹注他 让他们能够有资金 因为他们可能有人口红利 他们可能有很多资源 但是他们呢 其实就缺钱 那现在呢 其实我们刚刚有算了 在QE1 QE2 QE3 这三次的时间内加起来 其实联准会在世界上 撒了大概三兆美元 你可以说撒进美国 你也可以说撒进全世界 那呢 如果一次的把资金抽回去 那呢 其实对于这些新市场 他们的热钱 因为其实热钱灌进这些新市场里面 可以创造出他们的股市 感觉好像表现不错 他们呢 汇价也会上涨 可是如果资金当一旦走回去的时候 其实呢 最担心的问题是 这些资金到底会不会重新回到新市场 因为新市场本身 他累积的财富可能并不够支撑 例如说你想说 那上一次新市场 整个泡沫崩溃的地方是什么 其实就是例如说像是俄罗斯 例如说像金山四国 那呢 目前看起来可能印度啊 可能巴西啊 可能像是其他堤王特 其实他们的基期都还算比较低 就是这一波没有涨到 那呢 新市场 新兴 尤其是新亚洲 其实这一波算是有涨到 尤其像是东协 所以呢 比较担心的是 如果资金从东协抽回去之后 资金除了离开东协以外 他发现美国是更好的市场 因为美国今年光是过高 就涨超过20%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资金到时候以后 万一不回到新市场 那对于新市场 就是比较重大的杀伤力了 好 不过我们管好 是来看到说 今天晚上这场会议呢 将会去Bernicke 最后一次任内的 联准会的会后会议 这个Bernicke会如何评价 她在过去的八年的抗战呢 以及包括了在下院联准会 女主席耶伦 这个女生呢 女人心如同海底针 很难抓的 我们稍后回来 全省八家销售点 四十家服务点 伊苏组总代理台北合众汽车 A B C D E 那是什么 我猜 不知道问题就大了 台湾平均每五位成年人 就有一位是B锡肝代员 百分之六十四的偏乡肝炎代员者 不知道自己正处于肝炎的威胁 那怎么办 赶快去做抽血检查 请用一臂之力帮助偏乡 救救肝苦人 台湾好康风暴 买台湾险金满1888 总风暴病药 乡亲请上台湾健康御守粉丝团 鹅牌气密窗 专利复合式倒快 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三点五倍 有了鹅牌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台湾好康风暴 买台湾险金满1888 总风暴病药 乡亲请上台湾健康御守粉丝团 国内首档智慧家电音响 继装房居家设计展 全新形态整合展出 12月20到24日就在圆山监验馆 一杯好酒 就真正一首好歌 想要感动人 就要用真心 温暖那嘴 温暖那忒悔 感动无限 金门高粱酒 您要享受还是继续忍受 热血器领导品牌 宜兴牌 全面改变您的生活 宜兴 就好用的 现在买有优惠哦 很想喝啤酒 我好想吃水蜜桃哦 真的假的 龙泉水蜜桃啤酒 好喝的没话说了吧 有水蜜桃香 也有啤酒香 龙泉水蜜桃啤酒 还有柠檬口味哦 咦 冬天买冷气 不用怀疑 现在买大金冷暖变频空调 最高可省三千元 早买早享受 四季皆可用 冬天买大金 真就是 一红一级棒大金 对于我们 这是创新的改变 及时互动紧密相连 互动的观点 全新的视野 三立是所有的主 stgnews.net 三立新文旺 全新上线 我想 人的心哪漂亮 酒哪会漂亮 土地哪漂亮 酒哪会清香 有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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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动一世人 金门高粱酒 好 欢迎再次回到三立球 今天晚上非常重要 将位是Bernanke 最后一次主持了 他自己任内的记者会 在过去八年 有没有八年抗战成功呢 问一下这个朱教授 我觉得Bernanke 他上台时间点 一开始二零零六年 那时候 大概经济还是一片大好的情况 可是呢 后来没多久就开始出现金融海啸问题 那所以说呢 说真的他在他任内 他真的要有所作为 其实是很难的 忙着去补破洞 或者说帮帮了前任的 Grisbane 补那个插屁股都已经来不及了 你说他要有什么具体的作为 真的是很不容易 因为好不容易金融好像忙过了 又出现了那个欧洲欧债的问题 所以呢 他这任内这么多年来 几乎都是在忙这件事情 你说他具体对美国 或是对全世界的经济 有所贡献的话 我觉得他真的是 可能心有履而律不足啦 因为我一天到晚都在补破洞嘛 我哪有办法再有什么具体的建设 所以他现在呢 好不容易下来的话 我会觉得说 哎 接下来的叶伦 是不是比较有机会 因为现在看起来 目前好像欧债暂时也没事了嘛 那也不至于短时间应该还没有什么金融风暴 所以我们会不会比较指望说 叶伦上来的时候 应该会有比较好的表现 不过坦白讲啦 大家其实都在讲 叶伦为什么会会继任 是因为在blanky在任的期间 其实很多的政策 基本上都是叶伦在规划 叶伦在主导嘛 所以你说叶伦上来之后 跟原本的blanky 会有什么太大差别 我想基本上 应该消归潮水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这个旗展对这blanky的评价 还算好吗 对 我蛮喜欢他的 虽然他跟我一样都开始掉头发 他掉了比较久了 那不过我们现在他八年 现在到底是八年抗战 还是过几年回来 看他变八年遗毒 我们还不知道 那不过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是至少现在美国经济是好起来了 那交给叶伦的时候 你撒那么多钱 你也该好起来了吧 是不是 对 没错 至少他证明了撒钱是有用的 是跟欧洲比较起来 我撒了三次总是有效的 对 跟欧洲比较起来 他的经济成长率比较好 欧洲是在经济已经不好了 我还是不撒钱 对不对 还是继续财政警说 那我虽然有一些降级的动作 但是本人情是都配合 财政也尽量宽松 然后他也尽量货币宽松 这样QE 所以从这边来看 虽然成绩单不能说100分 不过他如果真的在这一次 能够有办法让QE缩减的时候 不造成市场的大波动 那他的下台应该有个八九十分 我觉得认为是可以的 不过还是再问一下 这个期怎样了 如果说好 今天晚上18% 果真成真的话 这个大家没有办法睡好觉之下 明天在亚洲股市 会有很激烈的反应吗 我相信会 因为其实要看他 看我们单纯就他缩减了QE 但其他话都不说的话来看的话 当然会 因为其实很重要的是 亚洲整个市场都是 其实今天亚洲表现的市场 并不太好 今年涨了几乎都是在成熟市场 尤其是美国 欧洲 日本 那就是他们有权利主导市场的国家 那可是亚洲很抱歉 你说中国可以主导市场 就是主导中国自己 那你说台湾 韩国有办法主导市场吗 没办法 所以如果他缩减了QE 确定热钱要越来越少的话 那至少会引起可能两三天 可能一两天的热钱测退讨再说 那会跌到哪边去 10% 20%什么的 很难说 那跌到 跌腰斩也不是没机会啦 所以大家可以等着看看 好 明天早上8点钟 亚洲盘开盘之前呢 就会有这个正式的结果 还是要请大家持续锁定了 三立财经台有最新的 联酒会的经营消息了 我们再会 谢谢 拜拜 还好 中国信托点燃生命之火 邀尼一起帮助弱势孩童 谢谢 一刮胡子就刺痛 因为刀片拉扯胡根 试试极薄五刀片 极烈五感Pro Glide 极致更薄 划过就刮进 優雅 優雅 极烈五感Pro Glide 还有方速三 限时体验价八十九元 高雄宠物展 毛海专属一蛋趴 12月20到23巨蛋开趴 阿姨 襄雅 小洋宠物展 我的 плем接 很关键 我 有 我心 拿个心满